推動行業資產發展的重要力量 隨著高等教育提示的改革 行業資產大學逐漸脫及了原行業管理部門 由於歷史和現實的追求權益 行業資產大學在發展中面臨著 如學科相對單一 且發展不平衡 定位分明資產優勢區特色弱化 人才培養無法幾根行業發展需要等關係 雙一流大學的建設狂暗的主宰 如一是行業資產大學提升半期水平 之類持續釋放發展衛生動力等六億七級 正有聚焦雙一流在雙一流建設中 找準定位營電學科特色 才能在日區激烈的國際化高等教育定義中 站穩腳跟 我們認為行業資產大學並不公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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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